大家好 歡迎收看 11月30號的台視 五間新聞 我是吳凱文 驚險畫面 鷹架從天而降 雲林曼寮六親員工宿舍 28號在進行施工的時候 4名工人站在頂樓作業 貪圖方便 違反規定用繩索綁住鷹架 以人力的方式當起重機 結果不堪負重 整捆鷹架就從8樓掉落 幸好當時底下沒有人 才沒有釀成傷亡意外 對此六親管理部 已經先勒令廠商停工 並且對廠商還有工人 各開罰1萬元 後續職安中心也將介入調查 4名工人站在8樓高的鷹架上 正在進行吊掛作業 他們疑似為了談吐方便 竟以人力拉繩索的方式 搬運鷹架 但往往沒有想到 卻因為工人一時手軟眉力 鬆手導致整捆的鷹架 瞬間掉落地面 真的好驚險 幸好底下沒有人 沒有釀成傷亡事故 但仔細看這些工人 他們身上都沒有依規定 扣上安全扣環 還有人連安全帽也沒戴 明顯違規 而事發的地點位於雲林 麥寮六清 正在進行興建員工宿舍 而六清管理部在得知後 已經先勒令廠商停工 並且對廠商和這4名的員工 可開罰1萬元 他有要求要有那個調掛機具 員工廠商都會出罰 針對六清宿舍工地 違反治安規定 差點釀成公安事故 縣府勞清處表示 工人的行為最重可開罰30萬元 而後續全責將由治安中心 介入調查 疑似違反 集安全衛生法的一個疑慮 最高可能裁罰30萬元 4名工人為了貪圖一時的便利 當起人力起重機 幸好沒出人命 不然恐怕不是罰錢了事 這麼簡單 結果正義雲林報導